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刚开始减脂 不光是为了有个更好的身材 而是为了通过减脂来瘦脸 提升自己的颜值 但是真的像很多人说的那样 健身如整容 可以改变你的脸型吗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健身七年以来 我的脸型有什么样的变化 以及怎样的有针对性的训练呢 能够让你在不进行手术的情况下 改善你的面部轮廓 那咱们话不多说 3 2 1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其实这个问题呢 是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 因为爱美之心每个人都有嘛 我相信就算有些人只有1%的几率 能让自己变好看 他都会去尝试 但是过程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漫长一点 首先给大家看两张照片啊 这第一张照片呢 是大概在10年前 我还没开始健身时候的一张照片 大家看到我当时非常瘦 我1米88呢 当时只有130多斤 然后第二张照片呢 是我当年最胖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有200多斤 然后第三张照片呢 是两年前我比赛当天的一张照片 当时体重大概是在83公斤左右 然后现在呢 我是86公斤 所以大家看到 随着你体重和肌肉量的变化 你的脸型也会随之变化的 我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个时候的状态 我个人来说更喜欢 我现在这个体重时候的状态 和刚开始没有健身相比呢 我的咬肌多了一些 诶 更立体了一点 但同时呢 有没有像我比赛的时候脸那么干 还能看到清晰的这个下额变 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呢 是我常年都希望能够保持的一个状态 但是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啊 可能有些小伙伴觉得胖一点 反而会更好看一点 这个没有对错 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跟我的审美有相似之处 或者希望通过健身来瘦脸的话 那下面呢 就是我的一些经验 第一点呢 就是健身它虽然可以瘦脸 但它往往都不是第一个先瘦的地方 根据我的经验呢 如果你刚开始减脂 一般咱们先瘦的地方 都是最容易囤积脂肪的地方 对于男生来说 咱们大部分人最开始囤积脂肪的地方 都是咱们的肚子 女生呢 更多的都是胸部 臀部和腿部 所以你刚开始减脂的时候 最先能在视觉上看到变化的 可能也是这些部位 所以当你看到很多人 尤其是很多女生 抱着这种瘦脸的目标来减脂 当大家看到自己先瘦的是 胸部或者臀部 就会陷入恐慌 就说 我这个脸没瘦 怎么不该瘦的地方全瘦了 不剪了不剪了 如果大家希望通过健身来瘦脸的话 就要有一定的耐心 做好做持久战的准备 第二点呢 其实有些时候 不是你脸上的脂肪很多 而是长期水肿 会让你的脸看起来很胖 其实这一点我非常感同身瘦 就包括今天 我的眼睛 尤其下面这块 也有点肿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容易水肿的体质 大家还记得我刚才发的比赛当天那张照片吗 然后这张照片呢 是我当时比赛完第二天 吃了很多东西以后 水肿的样子 所以大家看到 水肿会严重影响你脸部的一个状态 有些小伙伴可能就认为 它是一个脂肪 实际更多的是你的水肿问题 所以这边呢 我给大家分享几点 我是如何长期对抗这种水肿的问题的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咱们要控制 sodium 也就是钠的摄入量 大家要注意这里面控制不是说咱们要断盐或者少盐 而是要大家尽可能的保持一个稳定的盐的摄入量 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会根据女平时那的摄入量呢 来平衡自己身体里的水分 如果你每天的摄入量突然很多或者突然很少 那你的身体很容易就进入一种除水的状态 就像我比赛完刚才那张照片一样 所以说大家可以正常的摄入盐呀等等一些调料的东西 只不过就是尽可能要保持一个平稳的摄入量 不要一天多一天少 第二点对抗咱们水肿呢就是要喝够稳定并充足的水 那很多小伙伴就会问了 水肿不应该少喝水吗 其实恰恰相反 如果你喝水太少了 你的身体呢会马上进入一个除水状态 而且第一时间呢就会反应在你的脸上 所以呢就跟咱们上一点钠一样 每天保持一个稳定充足的水的摄入量也是必须的 最后如果当天你吃了很多那种带钠呀或者盐的食物 比如说咱们的中餐呀寒餐那种带有很多调料的东西之后呢 大家可以在饭后稍微做点油养出出汗 这样可以缓解一下你当天或者第二天脸部除水的这个情况 从消除脸部脂肪相比呢 消除脸部的水肿呢是很快就能见效的 所以如果大家希望瘦脸的话 可以马上注意一下我刚才说的那几点 可能就解决了你一部分的问题 第三点是我最近才开始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是通过平时改变你的呼吸方式和舌头放置的位置 来改变你的面部轮廓 这个最早呢是由一个英国的医生 就是Dr. Mu来提出的 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感觉就像是什么 绑手指瘦身啊 惯肠减脂啊这种东西 但是在我看到很多视频文章 以及他的一些临床案例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简单来说他的理论就是 如果你长时间用嘴来呼吸 或者下巴和舌头长翅保持一种 放松的状态 你的脸就会像这张图一样慢慢的变成这样 所以他建议呢 我们平时不需要张嘴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闭上嘴 用鼻子来呼吸 并把你的舌头时刻贴在上额的位置上 并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 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因为当你把舌头放上去的时候 不仅仅是用你的舌尖顶着上额 而是整个舌头 我一开始也掌握不好药领 所以我看了很多那些YouTube的视频 他们说你可以发这种 那那那的音的时候 保持嗯那个状态 并把你的嘴自然的合上像这样一样 只要不需要张嘴的时候 就需要时刻保持这样一个状态 久而久之呢 把它变成一个习惯 根据它的理论 其实越早咱们注意到这一点 就会越对你有帮助 尤其是在小时候 你的骨骼还在发育的时候 但是作为成年人 那面部结构和骨骼已经成型之后 也有一些通过它的方法 改善了面部轮廓的例子 如果大家对这个医生的理论 或者原视频感兴趣的话 我会把连接呢 放在咱们的评论区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于我个人来说 之所以我会相信这个医生说的呢 是因为我个人深刻感受到 长时间用嘴呼吸的一个害处 不知道为什么从去年开始 只要我平躺着睡觉 就会一直保持张着嘴 用嘴呼吸的一个状态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口干舌燥 而且睡眠质量也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 我现在一直强迫自己 侧着睡 尽可能睡觉的时候呢 用鼻子呼吸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会感觉清爽很多 所以单从呼吸这个角度上讲 我是相信这个医生的 但是把舌头顶着上颚 对你面部有多大的改善 以及多长时间能见效 我觉得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验证 在这里面我个人呢 也会不断的更新 我在使用这个方法的一个感受和经历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 就算咱们只有1% 2%的几率 能让你变得更好看 很多人都会愿意去尝试的 而且这个也没有什么危险 好了以上呢 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视频最后呢 我还想分享一下 最近这段时间 我做视频的一些感受 如果大家看我以前的视频 就会发现 我会做很多很多的Vlog 发一些crazy的转场啊 特效啊 更多的是个人生活的一个展示 但现在呢 我会更多的考虑 大家希望在我的视频里 能够得到什么 以及怎么才能够在每个视频 能最大化的提供给大家一些价值 尤其是当我现在看我的一些评论呢 有些小伙伴可能刚刚开始健身 有愿望去健身 但是呢 还没有付诸于行动 所以呢 我打算在8月份 也就是下个月的时间呢 推出一个小的系列 到时候每一期 我都会跟各种不同健身类型的大神 进行合作 目的是除了让我个人 感受更多的健身的方式之外呢 我想带着你们去接触这种 新鲜的 没有接触过的健身方式 也许有些小伙伴 看完我这个视频会说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 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第一期的确定时间呢 是在8月1号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咱们不见不散 好吧 想说的这么多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